在谁能拿下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比赛开始 你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2024C1票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 对于双方分别是LGD和EESTA 来到了双方BO3的第一张地图 卫星基地 率先的人保卫边的是EESTA 率先的人前方边的是LGD 来看看枪械上的选择 以及第一时间不防的思路 这个点位失心 直接就把苏瑞给抽了 想摸一个盲点 而且他是没看到 居落下贴墙的位置的 对 跳过来了 哎呦 还想找 还想找 哦呦好痛啊 还待不待这个位置了 哥们这个地儿被炸是知道的 也知道炸到你了 肯定这颗雷 喂到这儿能炸到你 应该炸了不少血 烟雾弹里 小雨也拉出来看一眼 先控也不着急 其实对于两边来说 也没有去进行清点 是 LGD反正这张地图 打的节奏 一直都是比较偏慢的 对 实心 贴墙战 也是架了一个二点 白方的话只是送下去 露了一个小身位 收一个第二个再来 实心弹局三个 小区里面直接收下之后 必须开动了 这个还真没想到 他主要这一波 其实白方就没想一波打下去 他c4都没带吗 对 小斌正面藏一排 爆点这边根本就不用管你 这个侧身 这个真的是满侧身 对有点可惜这个侧身 另外一边小七七抽了一个 这个残局变回二打二了 然后阿絮 爆点把四六解决掉 两边变成一打一 那c4 十几秒的时间了 对 c4掉了 对 可以保命吧 听到声音直接收下 那e4大师拿他们的第一分 是的 哇这分到最后还挺刺激 其实我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我要是极品品的话 我可能就小道保命了 是 就是我觉得你最后要不就捡包下包 要不然就直接过来抓 就是找人 就两种 对对对 就是两种 我可能会小道里面保命的概率大一些 但极品这个位置也可以 也反而是一个出其不易 主要是第一时间是掉了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台的处理上面 大家都是属于各自为战了 是的 首先白方这里被刷屏了 没办法 你确实人很多 但是对方是确实枪很准 这个好在是最后时间这边 是站在了依斯大的一个方向 离仓过来清点 哇他是纯秒这个位置 他觉得你会反看这里 对一定会带这里的 这个就可能是狙击手之间的一个墨击 你看四六还真架到了 是 就知道你的习惯是这样的 这也是赛前的一些小小的针对吧 底线又拿手杀 嗯 石心也是在小刀口来带 又是三个人 看一下会不会有时间长 来了来了 道具给的很多 提前枪也打得很足 告诉你这边小到最起码是人多的 石心 必须还在等别人出来 但是必须刚好四六一个人 四六也不可能出来 对他这个点是不会再动 对本身就是一个弱防 四个H 换道具 你一会正面再拖 石心手里的闪瓶水也要换出来了 我就担心石心一举闪瓶水 必须 必须收割了 他来不及回了呀 对他肯定不会回 但是对于 小七七能不能拖点人 对对于斯大来讲 他是必须要派一个人回来 给予尊重的 走 正面石心抽一个 第二个也收掉 换回手枪了以后 正面的一个拼枪 被二娃收了下来 包点沦陷 但是十秒钟不到的时间 对于他来讲只能下包了 要被打了 没着急打 然后给到了二娃还枪的机会 但是 二娃一直没看背身 小兵也是要小七七 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对于斯大来说 时间上又是拖的比较久 就最后几十秒 你也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了 确实这个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就你哪怕是那边单点出活了 你也不可能再转了 铁干了这个位置 是的 最主要你没有带人 你是一个人 你要但凡带一个 我估计这个四流掉的时候 也会把队友叫回来 是 得聊一下 然后基地这边 之前反正是打其他队伍的时候 这一套慢活反正是有不错的效果 对 但是今天的话 每次空的时间有点太过于久了 而且二娃那个点有点尴尬 说实话 他下好包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还枪 来了 嗯 哟哟顶着烟雾 只换了一个 只换一个的话对于保卫边不是很转 这还不如在下面放个局 哎 靠一手 是啊 那LGD的第一步动作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我小道又给你轻掉了 然后同时的话也拿了一个人数优势 烟雾里边小七七想尽可能瞄一瞄 鸿鸿鸣 抽个奖 但是前点并没有放人 嗯 就看小七七瞄到几个了 小道也出 给顺闪人过 实现这个时候要加速 背身能收几个呢 正好又回头看 哦 哎呀 只能说尴尬对 这个位置一旦被发现了 你要不就 个人能力强行打 要不然的话就只能往回走一走的 正面来哎 看到两个 5号位赶紧落位 赶紧下去帮 嗯正面现在暂时是一个二打二 对小道已经赶到了 那这样的话小七七可以帮忙架一下 解放一边 这个道具丢的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啊 是 有烟雾弹也给上了 那这对于伊斯大来说回防也不太好打 太难受了 主要是拖的时间稍微有点久 A狗里先秒了一个 然后两个人身位全部锁定 远点这一枪比住 一打一 但是没想到阿萱来到了左手 是的 直接是到了A狗下这个左手边的位置 跳点上来了 已经很惊险了 真的 没错 还有这里扳回一分 几分打下来全是这种中餐局 要么是时间不够 要么是最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对方来去完成这个餐局 是 小七七这是想干嘛 中路是只有一号位 对 他知道第一时间中路是有人丢雷的 对 他就在想你到底是站贴墙 还是说在连接这个位置 那居楼下他暂时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信息 接着找A包点的这个侦查位 顺闪人走 实心 果然啊身上居来了 就这个位置打的还是舒服点的 刚才前天这个两个人没能换到太多的人 对 哦四六是传来了解报 又是把阿虚给收掉了 好像还是那个位置 箱子的方向 然后他更进一步 这个侧身空掉了 可惜 可惜了真的可惜 他这一箱好像 反正我反正没看到镜开开 也没想到镜开开 是 给客脚下的闪光弹 看到A小门有一个 这是要准备夹币吗 其实这个意图有点明显啊 可能要 回来再做一波打算 但是苏瑞线掉了 这个人还没有正面集合完毕 又是掉点 有点伤 但是二娃 强行 包点突破 猛子的话也是补枪 收掉了失心 A狗的方向 小宇雪亮 已经被压低 小七过来直接追 看到了第二个人 知道两个都在这边了 小七七 另外一个小斌的位置也被发现 正面猛子配合补枪 也被猛子最后收下 这个残局打的呀 但是如果说LTD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今天可以拿分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依赛来说是很难受的了 是 相当于是强行往包点这边人换人人换人 对 有看到吗 就是致妙 跑楼下是三号为阿雪单人来访 币仓这个方向 其实小兵可以帮 这个四六带右手贴枪盲点的地方 是 所以也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前面估计续完第二颗烟雾弹 这个币仓就有下一步的动作了 这个时候LGD也大部队集合 还是要来清这个白防 这次是几瓶瓶 嗯 人家加强 但是并没有让小鸡往下去 中路也蓄了一颗烟雾弹 保卫者这边看到了 但是他知道几瓶吗 smoking grenade fire in the hole 要看那个缝 嗯 这个地方埋头然后用左上角来看对就看你直接拉出来看的一眼是 但是堵逼了呀 但是要撞上了呀是 摘了一枪头先保命 正面小斌刷起来了 刷了三个人第四个有没有机会看到了 是的这个头线小斌架的非常稳 闪身出来了以后虽然说自己被收掉 但是正面的一个优势已经完全建立起来 阿旭 手雷又解决了一个 单点一旦掉点了以后 小宇这边也直接收掉拉旭 小斌这一波和正面的一个配合 你确实给到了一斯大正面非常大的帮助 主要是小刀探了眼发现没有人然后才去堵的这个币区 刚好又撞到了这边小鸡看到了他 这个临场的一个判断 只能说这堵的一波效果很好 对 其实刚才没掉所以还是在这个位置 嗯 就是呃先用这个体系先带一下 然后如果说后去再通过可能失心在A区的这样一个判断 哎 把这个三号位叫再叫走 嗯 时间差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巧妙对 表面上可能只是一个你先来还是我先来的问题 但是 确实后来的人反而会占据优势更大一些 这边也准备来了 但是带c4的小七七还在 vip的方向但是大部队确实都进来对就是打这个A区了 啊小兵跟四六这样的一个回防怎么办嗯看下什么包吧哎狗就先掉了 我人家苏瑞稍微有点主动对 你的四打二可能 可能 小浪了一下 多拿点信息但这一分其实c4是刚刚才爱放吗是啊 这样 小七七回来了以后进到小道两边来回带 哎 哎呦呦这个直接上了二桌是顺秒掉了小兵甚至没给小兵开枪的机会 而且四六这边的话也没有能够完成补枪 这样的话一旦时间被拖下来最后四六也是没有办法了 let's do this a 去的话好像 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 就是有一些优势打出来其实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爆发会让一撒很难受没错 小七又来 这小道 哎呦摆正了 小刀 伊斯拉确实感觉你这个小刀有点针对我但你这个摆正如果说回的话是不是 有可能 他这个应该回可能会慢很多对就是看你什么时候回了对他大概得堵到什么 一分 呃三十以内了最起码是小雨是第一时间纯背吗站马路上背因为之前打这个白房都是给顺报的对他是站马路上背又是也是 也是很赌 让我想到有一个是谁 这个应该是 潜艇还是什么大家喜欢闪那个小生啊下个小人发起个背身在这里是就会很有意思这边的生化基金二娃是收下了事情以后发现一包店没了 小刀狗封上咽之后不让你回 哇这太难受了三个小刀给自己关进去了下一个a狗附近的包 这巨难受小刀正面也出不来回面回来也回不去 四六先解决掉了小七七 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 ip 也在加时间差能够跟得上吗 空了一下哎这边四六也空了一下可以不找你了其实对我拖着就好了 背身来了 背身来了但你是你这个绕的我觉得就 呃难受主要是正面俩人全掉了那一下对我只能叹狗气了那就玩不了了呀对的 时间也不多最后只剩小斌 难受 太难受了这一波 三个人的白房给自己关里边了固在里面最主要是a包脸瞬间掉了就是 没有给到这个小到回去的人的机会兄弟是白房院坐牢了 这仨人 走走不了回回不来 居难受 看到了 中路还是 三号位一个人带 然后 a包脸放空是 很土我只能说 就躲你第一天有可能中路第一天是不敢过来的 没想到很多时候a包脸是有狙吗 这个白自己走了 这中路真是纯自己玩啊 你去来了四六贪言 呦有没有秒到哈尔瓦好像是我们 感觉是好像 他这个动作贴这 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丢有点晚 但是小斌 小斌能扛多少 小斌那个位置 又扛一个 回来接着扛吗 苏瑞的话原地的一个笔枪也是换掉了小斌正面相当于是一个二换二 而且拖的时间比较久 是的 然后你看到这边的五号小七还在断 这就是之前小七夕最擅长的活 就喜欢断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你已经想外面有一个单点 但你想不到这个单点能这么慢 他也不着急 因为在之前好像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打法里面好像就是让小七夕中货般来要不然就是你单点走 是回来你就会报个团三个人也可以 是让他往前推还是怎么样 强神位一战 小宇反正不管了呀 你正面来我这个强神位肯定也不错 只要 回来集合 准备打 他这个点是不是有看到枪神位呀 这么假的 感觉已经沟通了枪神位好像有 帮忙要带一下 啊 但是收下又打了一个大惨 这不下是没有彻底下来啊 三个人全部被解决 小心闪光 手雷来了 我怎么感觉临场的沟通好像有点 没懂啊对 又担心枪是没有然后正面的话也没着急走 先把一下鞋给扎了 然后让皮自己单牌 还想到 你们即将趴一下 来 走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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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本来战术 战术准备执行一下 结果打着打着 启动点没了自己玩吧 越来越来 等一下 你别来了你别来了你别来了 你别来了 今天你去空闭中路不用空就空闭 没事一晚上走就行 还是俩人 这次 诗星应该也在 对 第一口 这感觉手枪打了一个能走掉吗 这个不 那所以不可能你走的 结果还是走掉了对 所以在这个位置就其实不太好追了 回来吧 他被晃过了 回来吧 去中路去 去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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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牌一门去拍一门去拍一门去你去去开一门去开一门去你跟着 嗯 两句子有一个盲目面 哎呦中路没见 嗯 等会我还白 能去能去能去小门吗 能去小门吗 能去小门吗 看你了 哦这一刻啥 这有了这有了我找帮 退回来再走小道 那也 太太慢了吧 慢了吧家众稳妥了吧 嗯主要是实心这个点 他随便玩啊对 他在右边贴墙贴的非常近 看到了哇 过来强行追 30秒来不及转了呀 道具太多了呀 我的天哪难受 光道具拖你10秒可以 嗯呃上半场其实算落后一分对于LG 说完全可以接受对吧我是作为潜伏这一边 我拿到这样的一个分数 就从那个战术安排上来看LGD打的更多的都是这种慢火然后最后一波进攻对 看一撒了 还有这第一时间就顶出来了吗苏瑞 给了个道具以后也是直接回了并没有在前点去做一些留恋嗯 嗯实时的胜率给到我们 接近五五开对 很军事的状态是 确实5比4 就是很实实哈哈哈每次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是比分上觉得另外一个可能加一些地图在里面是的 我这也是单人小道 一撒这边也不管避藏了 回来是不是还要清一下 因为开局我们知道苏瑞士在前点丢了一颗雷的 这颗雷丢的位置很深很深丢到了接近闭后门的方向了对 所以 一撒这边还是顾忌可能一二柱有人 回来再轻眼 这一波清完可能就要阵地往前走了 然后一号位自然形成一个单点 小琪琪 这个方向柱子后面的位置是他 下柱子右边对半段趴着过来的人 听到声音知道人多 看到一个哥不但是 是道具投资的 是这个位置我就是让你有去无回 而且换的可以接受 啊正面没能稳住枪呢这样的话二娃 这个位置有点难受了 说实话白虎你要按住一组的话有点难受 他是点射起来很舒服 啊窗口钻出来结果二娃自己被摘头盔了赶紧走 呃 打的是不是有点着急 猛子这个时候空位排 听到声音 枪没稳住 啊 他可以继续拿分 每一波的这个机会好像都有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完善 先是从小琪开始 再到苏瑞开始枪没稳住 对到这个二娃跟最后的这个猛子 所以换枪了对 扛不了了那个枪 来我真摁不住 还是m1cbr摁的一组会舒服一些对 6比4 现在依斯大也是接连的一个得分啊 看看依斯大下一波的一个进攻思路 选择对中路有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看到三号也回了 这很重 A宝典和家里的位置啊 他已经在想过紧家以后的事对 开局 阿旭先抽一个 苏瑞第一口 刚多少 提前枪一直按住 停一下这个交流吧 嗯 这按住就舒服很多 对 他就是这个站位 小门一个 打理一个 门一个 C4掉了呀 看到了 这都没有人帮吗 他这个小道巨难受啊 自己带 阿旭 这时间差 空了一枪 这阿旭 这阿旭中间站着两边都有人兄弟呢 是 不是兄弟呢 40秒不到 这一枪没有命中 二娃最终还是把这个餐具收了下来 对 说实话这个4打2 不太应该 很乱 就是 包点这个人被夹的去难受了 两个小门也没有人帮帮 A狗可能帮帮带一下 对 你要实在不行 你要不想在包点站 你就想守包的话 你就直接站A狗里 对对吧 小门你也不用带了 你让队友帮帮带 对家里边带没毛病 这个夹的实在是有点 太难受打 就是小将的这个选点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刚刚那分也是没有去跟B区跟A区有任何的交火 针对了中路这个点想去打一些这里的东西 但是直接被断了下来 刚好这个时间差就是 LGD必须也回到了中路 这分 又是来了一个B仓的三人组合 另外一边LGD猛子跳看 小道的方向 还是想把这个点排了 对 伊斯达只是清了白方 跟LGD很像 就是我也是留一把G在这个位置 然后其他大部队再去 把B仓的信息拿一下吗 5号位自己动了 再拿B仓会不会有点点慢 是 不准备拿了吗 就5号位断一下 好像是这个 就两个G两边断三个人中路 然后看看两边反馈的信息再做下一步打算 131了 也不打 扎完雷也不动 两边就是运营 哥们现在两边手里道具剩的真不少 对 最起码都剩了大概有一半以上 考虑一下必须又不去了 待会拉扯的过程当中 你刚好碰到保卫者又回来呀 对 保卫者不赌了 回中路了 常规站了 A包点三个 刚比还有人看你这个走中路 有点危险 其实来了 刀具给上 闪光也给上 正面过点 看看能收多少的过路费 第一口过路费其实没怎么掉血 赶紧回来以后 回来打A门了吗 来了 第一口阿旭扛一个 再来一枪 埋头下来了以后也被极品收掉 小盗这边来了 A狗直接想飞 二娃连手两个 帮帮利利一口 15秒 苏瑞直接空中 飞出来把枪线拉了 兄弟你架住我帮你飞 46 一打三的局面 正面收了一个 自己再闪身 8秒钟 7秒钟 有人可以保命了呀 哇这个苏瑞飞的真的是 我觉得我要是二娃 我觉得太太舒服了 因为我这个点 我已经被锁死了 我肯定不敢露出去 是 我联手两个 苏瑞大跳拉入这个枪线 之后 但凡你没把这个人收下 我二娃一定会把你把这个人补掉 没错 直接就 缓解了正面的压力了 对最需要的就是 就是一个枪线出来刚才是的 这份回来 说说话两个队伍 打到目前来说 这个 包点其实都有一些 多多少少的失误 对大家都会有失误的地方 反正刚刚那个操作苏瑞想的也很明白 我这个点 拉出去能换就换换不了也行 反正就是人天人 我这个招待 我给你没 我还没飞 前来还是独逼 这把战归跟上把战归一样 小雷来了 慢点 走走走走走走 小心小心走木铁 我再给可以就中了过点再回来是吗 天舞带 去这家人啊好好好 好说好了说好了说 我给你去一下大家 中了给人了 进攻已经安排好了 道具给小宇正面要拖 但是B门那边苏瑞过来拦了一口 路过就被打头了 二娃的苏瑞星那个贝克 钢笔过不来了 而且你带包你走不走 对第一口过不来苏瑞一滴血 这个方向还能占 混着烟雾弹我就是瞄你 我就在这侦查我一滴血 然后让二娃再过来 对两个人又换了一下身位 居难受 而且五号位自己单点在动 他单点也担心前点那个居 二娃闪身出率 诗星被收了之后 小宾这里苏瑞不漏给你了 背身也来了 A门到了 C4掉了 看到4-6了 那很难受啊 等于是这一波进攻哪边都没打进来 对 要不要叫一个暂停 嗯 连拿三分了 中路的条线就打 叫了我们听一下吧 二娃的 呃 二娃的 在家 为的大家 你怎样 只要A门前他就听一门 过了他们就赌当币 嗯 怎么他们还是可以那样 就是小刀拿完了 咱们就去清他的币房 清他的房 啊慢慢清 我感觉他币肯定把把主人扫出一个 不要不我们把把他给他清了 告告他把小刀清了 把小刀下边给他清了 哎呀 我想清币了 啊 我想清币是吧 好 可以 就清币就行了 把 我还可以 再把背趴吧 B 可以 但是我感觉开局 可能赌啊 选一点 你把他拔把他拔 拔把他拔两个雷 两个雷拐过来的 就拔我吗 不他他扔哪里 屁后门吗 嗯 拔后门 上把两个雷 对我就是这意思怕他趴两边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我怕他趴两边 然后就是按我说那么来就行了 咱们不用动 然后他中路这边一过了 你俩把小刀先拿下来一起去 行 然后我们B这边也不动 让阿瓦斯一个那块银的 行 我感觉这是要赌币的站位啊 我感觉这是要赌币的站位啊 你们先赌币 先赌币 他们说对吧 赌币的站位 他们前面也赌过嘛 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点就是 刚才有听到伊萨这边的教练说 就清完那个白黄之后 要把这个B清 但你要知道你们的这个 不能再慢了 你刚才就是因为慢 你清完之后就剩一分钟 你这个B你怎么清下来 清下来以后你打不打 对啊 对吧 刚才就是自己因为 你的清点速度过慢 你没有后续选择 导致了后续没有选择 啊哥们刚来 坏了坏了出问题 这太急了吧 这个也确实 这有点太急了 我说实话 你说这个人以后是完全的优势 对啊 关键你c4还在家里 你就是即便这一波 最主要我刚才准备分析一下 我觉得我一看小宇这个人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去追 我从他单挑来看 但是结果他追了 这个我真没想到 他爆破里边好像一直这样 就爆破跟这个单挑不一样 不一样 对啊 爆破才能展现个人的这个性格跟状态 是 他可能觉得抓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看到 确实抓到了 对阿旭刚补过来 对 然后那个猛子也准备做一个反看的 堵A了 前面还要打A了 年轻带倒 新 你终于看回来点了吗 你看 进 A狗上秒了 A狗下换几个呢 猛子这个点稍微有点着急 丢一个 丢一个 60 4-6丢了 4-6在逼包点 等待许久 嗯 3后要追出去了 这是要带包赶紧去 得点了你看 对得点了 是的 已经意识到了 看他怎么转 哎呦 4-6这个点站的很拼啊 4-6这个点必须要保命 他是不能掉的 他给这个点一架 你说这个不是B1不会撞到后门吧 撞了 兄弟这个谁先撞谁背身 Zray会觉得他们已经过来了 结果他们还在闭后门 Zray 哦 还收了一个 这换一个 他刚准备背跳 哥们这也太极限了 知道包没过 他不能把包打了吧 哎呦 真极限呀 他还好 4-6白了其实 嗯 还好 还好 稳住4-6叹了一口气 我这分打的 怎么这么一波三折呀 感觉哪儿都是机会 对 两边7比7 后门启动 行 担心 LGD可能避仓做活了 因为他之前一直是听 这个4-6说有两颗雷嘛 猜猜你到底是怎么来去站的这个B仓 5-6 零5 后闪身 直接把小语收掉 那这 清逼仓代价有点大 稍微 对 就在这里直秒 然后猛子这边也不着急动 对白方那边应该能拿信息来了 猛子应该是跳 有听到枪声了就直接走了 尽量的保持自己不掉就可以 猛的这边就看 他别自己跟空气都知都有就行 因为他不确定到底白方人来了几个 对 他只是听到有枪声了 然后自己就撤了 这个位置 跳回来已经回到宝点了 然后自己一个人顶中路这个区域 B仓是不是要清出去 那就看4-6能断几个 这个点位 苏瑞一路进步来 两边有时间差 已经拉过来了 但是4-6好像反应慢了一排 对他没想着应该还在说话 就这边B一直没动静 是 结果你出来看到包啊 苏瑞看到包了 你拿起局你满去 学不是也行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三个肯定要回呀 为什么在这里等 赶紧回来呀 你再不拿包真来不及了 对啊 苏瑞出去再看一眼 C4还在 懵了 30秒C4还在这里 回家了受不了了 是 我保命了 他有可能大部队一会回来了 对 所以我也不管你了 我这边 颠一杆鞠 这个过来 清闭的话 我就当眼睛了 对开一枪 我当眼 嗯 中路 人非常多 还是要往 景佳的方向来打吗 正面还是4个A 怎么枪口感觉全是在比着小道的方向 正面小门的位置已经打了所有人 一个perfect LGD是保持领先 这一波进攻 真的是有点 稍微有点尴尬 对 4-6那个点掉的可能是 最后一环没想到 没想到的 要按我们的视角来说 就4-6那个位置 是解决完避仓 没有人了以后 你回来捡包 然后我们一起齐和打正面 对 来来 重新 没钱没钱 我都需要 第三次的交流 嗯 跟我小刀亲吻 来来来 可以回来那个 回来打小门那个小木 这把二娃 这把还要洗 这把二娃 男子真大呀 真大 你这个数据你拉 谁呀 也可以 行 行了 回来 给他烟靠山拉了一样 给那个烟的那 撞了菊再出来 到了到了到了 好了 好了 去了一下 去了一下 有白 白了白了 道具非常多 满道具 哎呦路过两个斗 一个被打头一个 被打50 猛子这一组 猛子这一组放血放得很足 另外一边 苏瑞也赶回来 烟雾弹当中 极品先收掉了猛子 但是苏瑞回来 这一组 MLCBR压了两个人 今天 苏瑞想主动 是的 韩国主动的话 一号位可能是侧身 烟雾力 撤身 配合二娃 阿旭不能掉 小屏给自己控住了 小道的单挑也没打过 只剩小斌了 怎么办 抱着柱子来回的闪身 又打一个 最后剩下了 阿旭以及小七七 小七七手里 手雷手下了 这个时候留了一颗手雷 真让人烦啊 这是真没想到的 我是小斌 我就觉得 我已经这么秀了 对吧 我闪身 我手俩 你两码局 我慢慢跟你们打都可以 你稍微让我空一排 我白缓过来就跟你们打 结果 雷来了 雷来了 走了 小七七好像回来是换了把枪 对吧 他最后拿的是 M Scarlet 我没看他换什么枪 我没看他换什么枪 他应该是B版区 连枪都没开 一直下点 对 还是在这种 前点的 一二房 对 刀具也没丢 哥们 回来又换了一个背包 然后给你打了 所以还是很稳的 这太奔 9比7 这样的话 LGD通过这么几波 来回补点的一个运营 已经是来到了第一张地图的局点了 对 现在一次大头疼了呀 这两边的进攻 感觉都打不开局面 到底是怎么办 到底如何是好 4-6这边单点还在空 这次前期的一个清点 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把两边的信息 稍微的拿一拿 这个B仓三人的架点 已经摆了好多次了 他们应该是 盲居楼窗口 小琪琪 小琪琪 还给这颗手勒 还好没扎到 小琪琪这边吃了一颗雷 小琪琪 补个烟 挑个闪 正面还要追吗 时间已经来到了一分钟以里了 敢不敢上了 他们太忌惮这个一房这个窗 相当上 这个手雷很专业 专门针对你窗口的 是的 而且另外一边 诗心是一直没看到你小道出来反弹信息的 大部队再回 再回中了 4号位也回了 现在啊 对于LGD来说 已经是没有任何一次大进攻的方向信息了 猛子强行贴出来 这个位置贴出来 背身先收一个再一组压枪 看到了剩下两名保卫者的一个身位 他只盲掉了小道的这个人 正面小道也确定了 阿旭的位置能不能保命保住 正面 把身位挪出来了 结果被小斌直接收掉 小斌没选的去那个跳点 看到了 那走掉了 嗯 拖时间了可以 哦呦这个位置 有点 有点 有点点给机会 对 有点水了这两枪 但是 二打一 也还可以 看苏瑞 他是截备手下8比9的比分 嗯 他没有完全把这个A狗给清干净 对没想到 我来 8比9 战哥再次想起 右蓝 我们给你调换床 对 这边也叫做第三次的交流 没错 你来小斗后 我来小斗后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别给在下面 小斗 小斗别给他就行 我拿的雷 敲到雷 哎呀 取了没有就小斗 他们取了不上人 不清咬到二来 喂 我的小斗 小斗 不守 哎呀他一直能看不手了 回来回来回来 這是去逼了 谁开枪了 小的小小的运点锯 小的运运钰 小的现在清不了15秒清不了 太息了真来逼了 运勿战 我去找还没啥 你们得给我们交中了交个圆 来那交叶的 去楼四些你要向小道 小心闪光 二娃赶紧回 嗯 连接其实已经过来了 旁点了呗 刚好看到 只能说运气也站在LGD这边 要来了 正面第一口苏瑞扛了一个加一些血量 另外一边小七七站这个点吗 就知道你钢笔有人帮我带上 但是二娃拉出来首先是收掉了小雨 这一波要加币赶紧要动了 小七七已经回到了包点内 再拉扯一波吗 要来找阿虚了 但是四号位出了 需要时间差 A门听到了 猛子第一口打头了 被甩了 阿虚第一枪没有能够命中 要保命吗 这个位置感觉要追的意思 四六这边下一个安全包 另外一边三桌两个人 把下包的先打了 脚下这个位置一枪 二桌三桌落了吗 直接收掉 好那两边进入到了加十赛的较量 9比9战屏 在这样的一个拉扯当中啊 必须是回到了正面 最后的这个拉扯还是挺极限的 对 也有犯很多失误起来 LGD 对就中路盲点 然后这个可能枪也没稳住 就是小门拉出来可能只破了一枪头 是 猛子这边其实最后的这一口 我觉得有点着急扛的 嗯 他可能也不太确定到底小门有几个 对吧 对 所以他正面想靠个人能力强行过来 其实可以放一放放过去 因为小道你站点了 对啊 你小道站下来了以后 你放过炉费收一收 对吧 打点血量其实也可以 他那一口是抱着给你拼命的心来 想主动了想看一下到底几个人 是的 是真的是假的 好进入到驾驶环节 目前两边9比9 要来一个驾驶的抢4了 开局 经典LGD节奏 嗯 布防上的一个情况 好像啊 这不就是 下半场 LGD的站位吗 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景品的位置是猛子 对啊 怪不得救命救 两边都一样 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 太像了这也 赶紧回中路 嗯 但是C4C还没拿 LGD也不着急 回来了以后 中路有点信息 然后回到这个重景家的一个位置 金兵带了一眼 我其实忙杠币 刚才 嗯 杠币四号位回来带一眼 嗯 这个烟 回了回了 留一个G 这俩对我跟你说不到30秒之后 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想打呢 对 四个A 哎呦 这个雷 知道有人 走了 对啊 加时在第一分炸到你就知道有了呀 然后B区四六能不能扛得下来四个人 退后点 想在这个位置看一看 看到了 直接追吗 直接追不让你走 直接走掉 赶紧给道具 这颗雷 飞下来能不能飞下来 空中借了一个 然后小平和小雨都有收获 各收一个 C4掉下来了 那走也走不了了 正面只能强行硬着头皮拼 猛子收一个阿虚也补一个 这个残局两边的这种情况下 不断的天平发生摇摆 脚下再捡包 有点来不及了 正面猛子强行帮忙扛一口 直接把人类收掉了 LG拿到了第一分 二打四的残局 包点两个人 外面两个人 进来了 进来了 然后最后猛子追出去 他以为来不及下包了 是 他才追出去的 结果其实是有机会下包 肯定是有机会下包的 结果他把人给杀了 他想的是我 兄弟我就硬帮你拖这个下包的时间 对 你要么下包 要么1v1 对 要么我们赢了 对 三种情况 是 我们在第一层 他在大气层 他太大气质了 他好像在外太空 这太顶级了 小宇第一时间到一个炮楼下的站点 这第一分 我是从没设想过的方式 就不到最后一刻 你真不知道输赢 我都已经觉得这个包点已经必拿了 c4掉底下20秒 近点站了一个 远点站个局 门外站了两个 然后哥们真进来了 窗口钻出来一个 然后右边过来一个 对 手雷来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 在天平上左右摇摆 对 好 这俩都是前期的 一分半吧 都是假的 一分半以后你再看 这俩都是下一步动作到底是干嘛 对 前期的一分半只有试探 哪怕你花这么多人来去清这个小道 我也不觉得可能是真的要打 嗯 还是露骨了 啊 去断掉了无用着想出来看的这一眼 但是 即平你这个时候其实看一眼啊 这个信息拿不全 对因为只看到一个局留在这里 对而且他时间其实还够的 大部队又回来了又回 就是跟你搞这种心理博弈 小道要打了 中路给你骚扰 感觉是人多的意思 但其实大部队都在小道 正面这个单挑 小七七先被小斌收下 第二时间 还在钻 这是谁 二王 强行挑找三桌应该是 对他是 他也听不到那边 死命要追三桌的 对 他的目的就是把枪线拉开嘛 小斌多次的闪身 狗上也到了 没着急动 六秒钟 迫使你下包 行等你下包然后再打你 直接被一发 定机 一比一战品 真稳 是 老师中路想 小七想勾一下 没勾到人 自己掉了 是 好家伙我把包扔家里了直接 摘头直接秒 直接带走小羽这里主动了 小雷来了 我不能跟你打慢的了 我先把优势先打开 这个时候我觉得先主动的一方 会有更多的选择性 对 你看现在闭仓你又拿下来 LGD再过来清闭仓 他最起码花个20秒钟 是 这个区域还得清干净的 那区一个人单排吗 那你这时间差其实挺多的 对啊你后门也得带 万一有人在后门怎么办 是 两边同时请 就这种动作我其实觉得挺冒险 是你那边单点不确定后门到底有没有的情况下 就大概率确实是没有啊 但是万一有 你那边单点移掉 你是正面做不了动作 回来捡个包 一边先一个 嗯 实际是不是要过来 没有 这么分散吗 巨分散 现在主要是两边这个眼睛位 稍微有点害怕 你看二号位极品这边也是小道中段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闭仓间点刚刚叫回来一个队友 他要是这样进进排的话 什么有可能小道来了 小道先看一眼 极品 摘了个头 四十秒你要再转一波 兄弟c4在鞋箱 四六直接收下 那你怎么转啊 你还回来再打呀 不是觉得这个 嗯 就是太慢了 太慢了 有点磨叽了 呃 临场到确实是抓到了一些机会 但你血量很低 正面小道也打过来了 不会说 各一个search 小语 小语这个背身二娃有个TK 我的妈呀 六秒钟下不了包了哥们 四六保命了 啊 这个TK太伤了 没有这个TK成了 人过来了 是 我是觉得这俩队打的 就是你没给自己留后路啊 都是这样 完全不留后路 很懊恼 影响能看得出来很懊恼 对 这个TK 也挺难受 因为如果他不TK的话 这个小文 这个时间差应该是刚刚才来 他可以过点过到这个包点 两人双包点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你大部队 就带着这个包 也没什么问题吧 对啊 因为你不一定真打嘛 对吧 你总归总比回头再运好 对你没必要 非要把这个包扔到鞋箱 就是你真的要打的话 你回来再去捡这个包 可能浪费的那个时间 就给到对方时间差和机会了 对 现在反正俩队好像都这样 我的感觉就是俩人想的都要多 然后都想打那些临场的运营 对 但确实这个临场打起来了以后 都是这个操作起来 都是最后那一拍才会是真的 可能关键点还是在 刚才我们有看到的 就是那个小语第一时间 嗯 帮助队伍把这个局面给打开了 这样的话上半场 2比1 伊萨一分领先 现在清点是不是要快一些啊 就看两倍的进攻速度进攻时间了 嗯 带包的小兵又回来了 小兵在前面进步 后面大脚步走 一直放是吗 我是我是觉得 嗯 细节还可以 对 看到了 两边确实应该到后面了30秒了 前面应该不可能再动了 雷炸到了 知道你居楼有 猛的这边过点也看到你了 小语回来 从长记忆 一分钟的从长记忆 行 这俩都是差不多都这样吗 对 打法相似吗 A门想组织反清吗 这个站位 要堵前点 嗯 也就是这么站了 正面又扎到猛子了 二娃 没回来 猛子这边血也不多 直接被16雷带走了 可以打A去了 是的 A现在顶多还有一个 从常规站位来定义的话 二桌的方向 和正面的同步配合 收掉了阿旭的人头 最后剩下苏瑞和小七七 苏瑞也掉点了 埋头过 直接被收下 是的 啥事啊 从路 给他说啥 聊一拍 对 他们过中路是有道具的 不是 刚刚说了过中路的时候就掰 不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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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保 反正就是主要你把 先小道先在这边 别让他请 就是上边都不让他站 不是 他们小道不请 这就是打中 然后后来 时间后来后来小道 就这个 不是小道的是 把中路放过来打 我小道这把在下面不走了 就是观点就是 就是 你们过点我就不走了 我小道 不管小道这个事情了 然后咱们过点各首各的 那你就把他们 让他们中路过点 对 然后就打到二口 嗯 知道不 然后如果过点 就把小道 如果过点之后 每间二玩二玩就在他家 我们还可以夹在A大 上网就上网 他们只不过是添一门了 嗯 你自己研究 然后只是靠你这个 可以 再打一分吧 然后咱可以咱可以把空慢一点 不着急 咱这样 咱先把笔青了 给三个雷 再回来 然后去把小道拿了 然后再打 现在都是我们过点 过点没雷了呀 嗯 嗯 小平应该是有同步一些临场的信息 千万给到小宇来做定夺 对 现在Esta已经是来到了加实赛的一个局点 好家伙 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分数给抹上来了 其实 是的 主要是LGD上一分 小门那个方向确实站得很主动 对 就之前LGD在常规时段是怎么拿分的 他们是后点 你像苏瑞和二娃配合蓝的那一口 是给到Lisa制造比较大的麻烦的 对 但现在是反而变了 嗯 看到了吧 再带你过点 哎也看到了 他只看到这一个 小兵 时间差了对 四六这边也空了一枪 哎呦这没走掉 这是谁打的一枪 这是小雨打的一枪 嗯 小雨把四六掉的鞠捡了起来 然后抬头把小七七抽了 是的 这临场 做了挺多操作呀 可能手感比较好了 是啊 又来到红庙了 现在这个闪 大伙都用了 确实这个闪不太好背 对 过完球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后续选择 嗯 小道也杀出来了 现在三打四的局面 三桌直接被小雨穿掉了 小雨在这一分成为了队内的关键先生 对 二娃强行过来抓一个 保命先走 这个小门没人看有点伤呀 正面再出来吗 二娃被击品收掉 最后只剩苏 三十秒钟的时间也被击品收下 这样我们可以 恭喜Esta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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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